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的快訊 我是盧鳴 先看國際消息 英國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 接受美國名罪專訪大爆皇室內幕 並指控存在種族歧視後 威廉王子11日首次回應 指他還未跟哈里王子對話 但未來將會這樣做 他又說皇室家庭不是種族主義者 威廉王子當日在倫敦東部一個活動上表示 我還未跟他對話,但將會這樣做 被問及皇室家庭是否種族歧視者 他回應說我們不是一個種族主義的家庭 另外哈里在專訪中透露 被皇室切斷財政 要靠著王母、大安娜王妃的遺產 和尋求雙機到日 據悉,戴妃留給哈里的遺產 大約有1300萬美元 哈里和梅根兩人的淨資產 受共約有5000萬美元 博士商業新聞整理數據指出 戴妃在1997年撞車身亡時 正資產有大約2300萬英鎊 而戴妃就為哈里留下了650萬英鎊的遺產 每日電信報報道 哈里承繼的650萬英鎊遺產 已隨著投資而增加到1000萬英鎊 等哈里滿30歲時才可以全部領取 臉書和谷歌計劃鋪設太平洋江南網絡 據稱由香港赤柱中坎國 連接到加州河爾摩沙海灘 由於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社群網站臉書10日宣布已撤銷加州至香港海底 江南鋪設計劃 中國立法機構幾乎傳票通過了 一項對香港選舉制度進行重大改革的決定 中央政府打算擴大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 為盟友增加席位 港府還將會令行成立一個專門負責審查的委員會 不忠誠的候選人會被這個機構除名 新規定令到親民主人士 在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之中幾乎失去話語權 也將好蘭獲得立法會議員的席位 加拿大方面 統計局公布全國就業數據 上個月失業率下跌到8.2% 職位數目顯著增加近26萬個 隨著多個地區上個月陸續解除防疫措施限制 就業市場數字出現反彈 最新的失業率是8.2% 是自從去年3月以來最低 但就業人口仍比一年前減少近60萬 全職和兼職職位分別增加8萬8千和17萬1千個 當中大部分來自私營企業 經濟師普遍預期 2月份的職位數目會增加7萬5千個 聯邦國會下議院國防委員會 預期今日聽取特羅特少教 就自願暫停職務的國防總參謀長 默克勞德上將涉及不當行為的指控作供 委員會預期今日會第二次聽取國防部長錫進 就他處理前總參謀長曼斯將軍 涉及有關性的不當行為指控手法作供 安省預期有更多地點加入接種新冠病毒疫苗試驗計劃 省府今個星期三宣布 300多間在多仁多、溫沙和京士頓一帶的藥房 可以為60至64歲居民注射牛津和阿斯利康共同研發的疫苗 安省藥劑司協會行政總裁貝池說 計劃大受歡迎 又說已經有額外的疫苗在沉密環道 換言之 有更多地點今天起可以提供注射服務 個別藥房用自己的預約系統 貝池呼籲民眾先在網上查詢和預約 避免致電藥房因為藥房收到大量電話 安省消防辦公室公佈一個半月前 一宗導致四人死亡的三級火警調查報告 報告指出引致四人死亡的原因是煙霧警報器失靈 火警原因是飯廳天花板出現電力故障 安省消防署表示 住宅致命火警之中有三分之一 都是沒有安裝有效運作的煙霧警報器 顯示省民在家安裝和經常保養煙霧警報器是相當重要 B市省方面 隨著疫苗接種計劃的進行 B市警方提醒民眾警惕不法分子 借假預約疫苗接種的名義以詐騙電話的形式套取個人信息 西溫警方週四表示 已經收到多個有關詐騙電話的報告 這些個案中 騙徒會告知受害人他們即將可以接種疫苗 並要求對方提供家庭住址信用卡等個人信息 說會登門為他們接種疫苗 B市省長賀錦州五表示 相信亨利醫生做出的防疫限制放寬命令 本省的年輕人需要在安全的範圍內聚集交流 他也指出 本省劃於今週考慮取消標準時間和下令時之間的切換 本週日 省民要將時鐘撥快一小時進入下令時 之後我們看看安省的今日疫情情況 安省最新新冠病毒的疫情顯示 在過去的24小時 新增加的新冠肺炎案例為1563宗 另有18人死亡 而感染變種病毒則有多56人 當中 單以英國變種病毒的感染人數已經超過1000人 多倫多市增加個案371宗 皮爾區有224宗 約克區為111宗 咸美頓區有109宗 最後我們一起來看看 多倫多和溫哥華未來兩天的天氣概況 多倫多明天天程 溫度接乎於0度至7度 後日多雲 溫度為零下11度至2度 溫哥華方面 明天天程 溫度接乎於8度至14度 後日有雨 溫度接乎於2度至11度 而在油價方面 根據本地能源業界的預測 大多倫多地區普遍汽油零售價格 明天會上升至每公升128.9 見8個月以來的最高位 多謝收看今天快訊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Mino壽司專用蟹柳 讓日本料理特工品走入尋常人家 讓熱愛生活的你安在家中細品和風 王者品牌 Mino壽司專用蟹柳零售裝 解凍即食 味道鮮甜 口感豐富 是壽司和料理的猛能搭配食材